所以這個是狠牌的用法 在以前的時候我們常常說 兜你的毛 兜你的蚊子 蚊子 我開車我說 媽咪我開車還不錯吧 他媽媽就會說 還好 廣東話可能講 騷欸 我們會說騷賠欸 就是 閉嘴的意思 然後一開始我看到 一台灣人 為什麼我會說騷 痘痘破掉了 他會流那個農出來 我說欸 對對對 再一天 Good day 我是凱琴 佛帆 欸 我這個頻道很久都沒有做 關於趕台灣喝的影片了 大家都很期待這個系列 對 今天呢 我又收集了 我剛剛來台灣的時候覺得 欸這個用法很特別哦 或者是我覺得很問號的一些吃魚用法 我剛剛拍影片之前 我就是給佛帆看 欸今天會大概講這幾個詞語 他說有什麼問題嗎 為什麼有什麼問題啊 我就說一開始我真的是很問號 可能我就花了很久的時間才懂 這個用法是什麼這樣子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欸第一個我已經覺得非常的有趣 就是你們的 還好還可以 就說差不多啊 一開始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以為還好是 OK的意思 你今天問我 欸你帥嗎 我說還好啊 就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的意思是 OK喔這樣子 凱琴的媽媽 我開車我說 欸媽咪我開車還不錯吧 她媽媽就會說 還好 我心裡就覺得 我開車機有這麼差嗎 結果後來她媽咪的意思是說 很好的意思 可是在台灣來說 還好是 媽媽的 對對對 沒有那樣子 沒有那麼好 沒有你說那麼好啦 沒錯沒錯 我知道了 我知道怎麼樣跟香港人解釋 不行 打囉 還好 媽媽的 還可以 OK喔 對 很好 對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沒錯沒錯 我也可以分享 很多東西 對 第二個就是 用東西 就是比如說我打給你 對 你在上班 然後你就跟我說 我在用東西 等一下打給你 然後我就是 想了很久 用什麼東西 就用東西啊 為什麼做什麼事情 都是用東西 我在做頭髮 就是這樣用東西 我在滑手之路 在用東西 我在煮飯 我在用東西 對這個語言就開始有點有點 懶得解釋那麼多 我想講的是 因為有可能我在工作 然後打資料 那你突然打給我 可能在忙 我就會 統一回覆說 我在用東西 我總不能說 我現在打什麼資料啊 會講得太細 那我就覺得 不需要解釋到這麼多 因為我是真的在忙 我就會說 我在用東西 等下打給你 代表我在忙的意思 不只是用東西 可能我在 我在捲頭髮 我在用頭髮 我在弄晚餐 我在用鬍子 對 類似這樣 但是我之前是以為 是講弄東西 弄 也會 所以是一樣的嗎 所以是一樣的嗎 我在弄東西 我在用東西 差不多 差不多 OK 做一次用 我一開始聽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你們在講什麼 做一次用這有什麼問題嗎 我後來 有想到一個 香港人比較容易明白就是 我就會說一次過 一次過 一次過 但你們就是說做一次用 比如說 因為我住基隆 然後 我有一些在台北要做的to do list 我就會寫幾個清單 然後我 每次去台北的時候 我都做一次用 我就一次過去做那些事 差不多啊 就是可能 很多事情 如果可以把一次用起來 我們就會說 做一次用一用 對 而且你們 做一次用一用 就類似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很台的用法 還是只有我這樣覺得嗎 就可能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你們的用法 拉倒 這個呢其實 拉倒怎麼了嗎 我自己個人啊 就我來台灣之前 我其實不知道有這個用法 我為什麼會知道這個字呢 就是因為 周杰倫的歌 不愛我 就拉倒 我媽也愛講這句話 你知道嗎 就譬如說 不吃就拉倒 你們的拉倒 我在Google上面 就看人家解釋 就是算了 得了 終止 作罷的意思 沒錯 就不愛我 就拉了就 不愛我就算了 像譬如說我常跟妳說 欸 而且妳要不要 剩下這些給妳喝給妳吃 妳說我不要 不要就拉倒 不要拉倒 類似這樣子 不要就算了 不要就算了 不要就罷了 類似這樣子 我拉倒 那個倒跟倒是差很多的 所以 我拉倒了 聽不懂拉倒 下一個呢 就是 可能有點從台語衍生過來 啊是啊 譬如說台語可能會說 都是她的意思 都是她的意思 這樣子 會是從台語衍生過來 所以我們翻譯國語就變成 啊倒馬她啦 還去 這件事情誰告訴她 倒馬是她害的 類似這樣 為什麼她又突然間爬走 她倒馬這樣 對 欸 會爆到哪裡 會爆到哪裡 差不多 ok 下一個就是 加減 啊 下一個人不知道嗎 我們知道加減成除啦 對 加減就是 好可以也可以不要 那種感覺 加減啦 就每次可能台灣人 跟我說 嗯 就加減用 我就會覺得她好像 很委屈的用這樣子 對有一點這樣的感覺 然後又比如說 可能婚禮好了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她本來不化妝的 但是為了尊重我這個場合 她化妝 然後她就會說 啊你加減畫一畫啦 尊重嘛 那樣 可能我需要一個 挖斜 要去潛水 那你很想要一個長挖 但是她只有短挖 你就喔 加減用啊 下一個呢就是 都你的毛 或者是毛很多 我一開始的時候就覺得 為什麼要用毛這個字啊 我跟妳講 其實這東西還有衍生很多 是我不常講 在以前的時候 我們常常講 都你的毛 都你的蚊子 蚊子 弄你的毛 這個要講 這個是從台語來的 為什麼什麼蚊子 形容很多的意思 就是 蛇淫 類似 你也可以講 都你的蛇淫 因為台語可能會講話 會常會說 弄你的毛 就是意思說 你毛很多 就是你的話很多 你很囉嗦 你很多意見的感覺 所以你們那個毛 真的是毛喔 就是用毛比喻你的意見啊 你的話啊 因為我以為是毛病的毛 都你的毛病 也可以 台灣朋友說 都你的毛 就是都是你在說 毛 意見 差不多的意思 欸我有一些毛想跟你說 不能這樣用 已經有一群朋友在等你了 但是你還在用慢慢的東西 然後跟你說 他毛最多了 對 他的毛最多了 對 他最多事情在那邊毛 對對對 他最多問題了 不像林伯帆 你就是毛很多啊 我毛很多 你毛最多了 要幫我除毛 欸 對啊 你的鬍子啊什麼呢 我幫你除一下 好啊 來 要請我們的看店來幫你除毛 我會不會談天啊 不知道大家小時候 會不會有些好毛自信的時候呢 那我記憶中我第一次覺得毛自信 是因為體毛太多 講起脫毛呢 我真的很有心路歷情 回想起我小學的時候 因為我手毛腳毛呢 就是天生都很長 所以我穿襪呢 是穿長襪 長到膝蓋那些 又或者會偷用媽媽的剃毛刀 去剃手腳毛 但是久而久之呢 就開始毛狼嚴 毛到生 越蚊越粗 那時候呢 其實是很怕同學 碰到我的手 碰到我的腳 因為怕他們覺得是刺刺的 一直到大學呢 某知名的脫毛品牌 去了學校宣傳 那時候呢 好像是花了四萬元港幣 全身脫毛 但是用雷射脫毛呢 真的超級爆炸痛 尤其是絲襪署 VIO那些位置 我想說第一次去 那些全身脫毛的時候 是很尷尬的 因為如果你是脫絲襪署的位置 然後他就會叫你 做個青蛙腿 這樣才可以幫你脫毛 是完全沒有私隱可言 我記得那時候 前前下學都打了十幾次 是看到有效果的 我打算一年去保養一兩次 應該可以了吧 結果到2020年 又看開外觀 還會知道 我那年開始 就留在台灣三年 第二年呢 毛開始長出來 雖然毛長得比較慢 還有幼 但是長得很不平均 這裡一帶 這裡一帶 所以我覺得出去脫毛的缺點 又貴又痛 又沒有私隱性 然後人不在香港的時候 還不能保持著 直到這幾年 看到很多人推薦這個 U-like的家用脫毛衣 它的科技是源自韓國衣美的脫毛技術 使用的是跟衣美脫毛一樣的脫毛原理 利用IPL密充光穿透表皮 在毛囊起作用 黑色的毛囊吸收之後 將光能轉化為熱能 毛就會急劇升溫 從而萎縮自然脫落 我實際用了U-like的脫毛一個月左右 我真的覺得雙健恨慢 一來真的看到有效果 毛是會長得比較慢 和幼了 二來是完全解決了我剛剛所說 出去脫毛會有的問題 第一就是在家裡已經可以脫毛 全身上下連絲密處的毛都可以脫 夠方便又有私隱 不受地方的限制 你在家裡喜歡幾時打就幾時打 第二 產品是有一個冰點毛痛頭 所以一邊脫毛的時候 會覺得冰冰涼涼的 真的不會痛 第三就是買一部的價錢 我之前已經便宜過了 我之前只是打格拉底 還可以跟老公共用 因為好東西就不收了 我這兩個星期都有幫老公去脫他的鬚 他的鬚本身是很粗很硬 他經常對著鏡子蠻蠻蠻蠻蠻蠻蠻 一來就很痛 二來是會有毛狼炎 他下巴這裡經常都生粒粒 這兩個星期我都是隔天幫他打鬚 一開始不敢用強度最強 都是用中等強度 後來發現他的毛太硬 用最強的都OK 不過因為我只幫他用了兩個星期 毛就未脫光 但是我覺得他的鬚是有變小 變梳和長慢了 持續打一到兩個月 相信效果會更加明顯 現在就講一下他的用法 超級簡單 脫毛之前就把皮膚表面的毛剃了 長按這個按鈕就是開機 短按就是換毛色 這部機有三個毛色 第一個模式適合毛比較疏 或者皮膚敏感的區域 例如臉、絲襪柱等等 第二個模式我會用來打全身四肢 第三個模式適合頑固的毛髮 那部機接觸了身體之後 這個框框會發光 就可以打的了 按這裡是開啟智能自動連閃的模式 0.7秒就會有一次自動連閃打光 個人來說 大概10至15分鐘就可以做到一次全身脫毛 做完之後 當然是塗一下保濕的產品 還有打完之後的24小時之內 要做好防曬 即是以免反嚇 用的頻率可以試過情況去慢慢減少 聽說用了兩個月之後 就可以保持一個月打一次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現在要跟大家說的好消息 就是用我的折扣碼 UlikeHC 就可以減港幣800元 Ulike Airfree 本身原價是2999港幣 現在到手價是2199港幣 用我的專屬link和Cook 還可以享受買一送五 我會將購買的link 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優惠 下一個 其實從我小時候看你們台灣綜藝 我已經覺得很問號了 就是你們為什麼 世人都叫老師啊 就是一種尊稱的感覺 在那個領域有一些貢獻 甚至有一些威望 有一些名聲的人 就是他一些老師 就是用身份地位的象徵 尊重他的感覺 譬如說我們擺一個攝影專家 我們就會過來 我們就稱他一個老師 認識這樣子 或者是譬如說一個學術界 或者是醫學界 很有名的人 我們會說 欸這個是什麼什麼老師 在香港的話 我就是真的是在學校裡面的老師 才叫老 下一個呢就是 收收 就比如說我傳了一個東西給你 你就說收到 你會說收這樣子嗎 對 因為呢我覺得有一點被廣東話影響到 廣東話可能講 我們會說收培 就是閉嘴的意思 然後一開始我看到 欸台灣人 他們可能不會說是燒 就會覺得 欸你是說我閉嘴嗎 這之類的 不是 是說收到的意思 是收到 你們是收到 我們是收培 有些人會打得明白問題 像我就會想打 直接打收到 嗯 那有些人可能就要簡化一點 就說收 對然後有一些比較可愛 就是收收 對收到的意思 然後我們最後一個呢 就是要來講到 留薑 就比如說我傷口在流濃 你就會說 欸你的薑 沾到我了 欸我會講薑是比較少的 我比較常講的是湯 對 譬如說 痘痘破掉 他會流那個濃出來 我說欸 欸還請我流湯了 對對對 我就想知道是你 你會這樣用 還是台灣人會這樣 應該台灣人都會這樣用吧 上次就是跟一個台灣朋友出去 然後我說 欸你看我的傷口流湯了 然後他就說 蛤 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說 蛤我老公都這樣說欸 有沒有台灣人跟我一樣啊 留個言 讓我知道一下 對 我要找同溫層 他也要取暖一下 跟大家就是 流湯很正常啊 我記得我也常這樣講 也沒有人反駁過我 喔真的嗎 對啊 我從小大家都這樣講 欸 老師我這邊流湯了 類似這樣子 你懂我意思嗎 那這個影片就差不多囉 期待大家 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更多港台一些詞語 然後如果大家喜歡我們分享港台文化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然後還有記得追蹤我的IG 會有更新的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見 OK 拜拜 拜拜 現在我都開始在Instagram upload各式各樣的reels 記得follow我 還要follow最新開的旅遊Instagram啊 也 newspapers 上方台文化 溫眠 要賺幾奢�Ь 叫牧